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为莫无忌感到了由衷的高兴 无痕剑派的飞船当天晚上就启程了 这让莫无忌紧绷的心终于是放了下来 他最担心的就是还未离开长落 就被极剑城给找上门来 可以肯定只要极剑城找上了无痕剑派 无痕剑派肯定会把它当成垃圾一般丢出去 仅仅一天的时间 无痕剑派的飞船就停了下来 莫无忌是杂一弟子 所以跟随着乌开后面就下了飞船 飞船停的位置是一个宽敞的广场 广场前方是一道道阶梯延伸上去 莫无忌粗略估算了一下 这里至少有四五百道阶梯 在阶梯的尽头 悬浮着犹如利剑随手滑出的四个大字 无痕剑派 哪怕莫无忌不懂剑法 也能隐约感受到一种森然的剑气 到了这里后 无痕剑派这次招收的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 先上台阶进入宗门 同时参加入宗仪式 秦湘宇也没机会和莫无忌告辞 就跟着那些新招来的弟子进入了无痕剑派 等这些内门和外门弟子全部进入后 乌开才领着一百多杂役弟子上了台阶 杂役弟子是没有资格参加入宗仪式的 因为杂役弟子不修炼 只是为宗门做些杂事罢了 跨过这四五百道阶梯 迎面的又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中间有一条宽敞的大理石通道 这条通道直接通往了无痕剑派的正点 在这宽敞的大理石道两旁竖着九块石碑 莫无忌看见每块石碑上 都有一些隐隐约约的影子 似乎有人在舞剑 但仔细看去又看得不是非常真切 杂役弟子不能走在中间这条宽敞大道上 而是走两边的小道进入宗门之内 然后再分配到各个部门 莫无忌心里很是感叹 这还只是一个地级宗门 若是准天集宗门 那又该何其宏伟呀 是不是很气派呀 一名身着灰衣的青年 在莫无忌耳边嘿嘿一声说道 说话的青年莫无忌认识 也是这次招收的杂役弟子 名叫贤子谦 和莫无忌不同 他是有灵根的 不过是最下品的灵根而已 的确很气派 有大宗门的气势 莫无忌点点头 这句话可是发自他内心的 尽管宗门里面他看不清楚 似乎被云雾缭绕给遮掩住了 但仅仅从这个宗门入口 他就觉得无痕剑派非常有气势 仙子谦更是小声的说 别看无痕剑派 只是第一级宗门 我可是听说 很多准天级的宗门气势 都不如无痕剑派呢 不要交头金儿 北光 你带木无忌去住处 向他介绍一些他以后的工作 其余的人随我来 乌开的声音打断了所有的议论声 莫无忌知道这个肥光是乌开的忠实手下 虽然长得胖 但是办事却极其利落 看乌开单独安排肥光 带他去住处和介绍工作 莫无忌就知道 那枚海一抱的蛋 作用是真的很大 这乌开一副猥琐嘴脸 建立妄议的模样 倒也不是个收了礼不办事的人 他不但办事 还将事情办得让送礼的人满意 难怪这个家伙 能坐在杂役执事这个职位 果然是什么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呢 无忌兄弟 我们执事这次对你可谓是真的照顾啊 你可知道新来的杂役弟子是要培训三天的 执事这次可是把你的培训都给免了 肥光一路走 一路说着乌开对他的恩情 莫无忌对着不感兴趣 这是利益交换得来的 他更在意的是以后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 一路大停下来 莫无忌也有了大致的了解 杂役弟子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 非特殊情况不能随意去别的区域 杂役弟子遇见了内门或是外门弟子 都需要停下来供身行礼 让宗门真正的弟子先行 杂役弟子在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 倒是比较自由的 可以随意的离开宗门 前往宗门方式 或是处理自己的事情 当然前提条件是不能延误了自己的工作 乌开安排莫无忌的住处的确很僻静 在他住处附近除了一个小湖之外 最近的杂役弟子宿舍区也有将近百米左右 屋子虽然很简陋 只是一个时室而已 里面的东西倒也齐倍 包括了两个房间 一个厨房 甚至还有一个厨师 这么好的地方 屋开自己不住 让自己住 难道屋开住的地方 比这儿还要好吗 听说这个湖叫做血偶湖 当年是培育血偶的地方 这个屋子也是养偶人住的 胖光指着莫无忌的屋子 有些羡慕地说 宝血偶 莫无忌还真没听过这种东西 审连给他的单书 他还没来得及看呢 胖光解释 宝血偶既是灵药 又是非常美味的食材 因为这种东西 药用价值太高 很少有人将其当成食物来吃 听说宝血偶 还是可以炼制 通透凌落的单药材料 你说正贵不正贵 那为什么这里不养了呢 莫无忌疑惑地问 胖光呵呵一笑 还养的话 那可就轮不到你来住了 即使宝血偶虽是好 但却有一大缺点 如果他在这里种植 那他会大量吸收灵气 这里曾经种植过宝血偶 才导致附近的灵气几乎没有 稀薄不堪 莫无忌突然明白过来 为什么乌开不自己住在这 也一直保留着这个地方 乌开有下品灵根 就算灵根再差 也是可以修炼的 他一个可以修炼的人 岂能住在这种不能修炼的地方呢 很多的杂役弟子都有灵根 他们来此并不是为了喜欢做杂役 大多数人都是想要修炼的 既然如此 他们自然不会选择灵气匮乏的地方住 至于那些真正做杂役的人 又没什么东西能够打动乌开 这才让这个安静的地方一直保留了下来 乌开认定了他不能修炼 或者说没有将他的修炼当回事 这才安排他住在了这里 按照他和乌开的协定 乌开的确是没有瞎说 这里毕竟是一个好住处 莫无忌想通这点后并没有在意 他修炼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吸收灵气 这里灵气稀薄 但毕竟还有 那也足够他修炼了 而且他修炼速度很快 相对来说 开辟脉络的速度实在太慢 就算是他换成灵气更浓郁的地方 也无法更快地修炼 卓朽无知识和光雄了 这里我很满意 莫无忌的确很满意这地方 胖光对莫无忌的回答同样很满意 他最担心莫无忌说这儿没有灵气 不喜欢住在这里 莫无忌满意了 那就什么都好 这是一枚十九号配药室的指示牌 一旦这指示牌亮起 那就是丹师大人在呼唤你配药 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干到十九号配药室 切记啊 切记 胖光将一枚玉幅类似的牌子 递给了莫无忌 又取出了一张地图 递给了莫无忌 这里是宗门中你能去的地方 还有不能去的地方 十九号配药室已经标注在上头 如果莫兄弟没什么事 那我就告辞了 胖光解释得这么清楚 莫无忌自然不会有问题 将胖光送走之后 他立即进去清理房间 然后便将燕儿的住处 也给安排了下来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